今天是2020年11月11号 今天祖国统一台湾了吗 快了 今晚是2020年11月11号 今晚祖国统一台湾没 快了 Today is November 11, 2020 Has China reunified Taiwan today? very soon 成秋实是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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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次 为什么要说成秋实是傻逼呢 为什么要在今天这个日子说成秋实是傻逼呢 因为两个事情 大家先看一下这张截图 这张截图写的就是 勿忘1111 说的就是去年的11月11号 香港的马鞍山李博被暴徒用火烧伤的事情 当时呢 还有很多人在讨论 这个火的点阳的话呢 是点阳汽油呢 还是点阳酒精 我在想的就是 不管是汽油还是酒精 它都会受伤啊 所以呢 还在为汽油和酒精找借口的人 这些人不是傻就是坏啊 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是汽油还是酒精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跳出来为这个事情洗地了 这个人就是成秋实 大家可以看这张截图 这张截图里面呢 其实是一个视频来的 但是由于非常的暴力 我就没有放这个视频上来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成秋实一开始就说 今天我们来玩点刺激的 然后呢 他就拿这个酒精来点燃了自己 那点燃了自己之后呢 在视频里面也就顺便向大家说明了 就算是酒精的话呢 也会烧伤皮肤的 而且就算是一点点的酒精啊 成秋实稍微完了之后呢 自己的手臂也起了这个气泡 那么在视频的右上角 他写了几句话就说 烧伤很疼 不要乱来 呼唤理性 呼吁和谈 而在整个视频里面 他一句谴责暴徒的话都没有 所以呢就充分的证明了 成秋实是个阴阳人老屁股了 为什么你明知道酒精会伤到人 你不去谴责一下这个暴徒呢 你哪怕谴责一下暴徒 说香港警察要抓这个暴徒啊 你这句话都没写 也没说 对吧 在字幕里面也没写 这句话你也没说 然后呢 现在这个暴徒一年了 还没抓到 到底是谁烧伤这个马鞍山的李伯呢 这个人到现在还在交谣法外 还没抓到他 虽然呢 真的是希望啊 香港警方早一点抓到 这个烧伤马鞍山李伯的一个凶手 让李伯的正义早日得到伸张 这是第一个事情 我想说成就是傻逼的 那么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截图 这个截图是今天早上的新闻 每一秒钟就有接近两个美国人 确诊新冠肺炎 那么据统计 现在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经超过一千万了 完完全全的超过一千万 每天的话呢 新增病例都是破十万啊 前几天有十几万 那么今天啊 当日的一个确诊人数破了十六万 在这个时候 我就想跟陈秋实来说一下了 我们中国有14亿人 我们的新冠确诊人数是八万多 九万没有破 那么美国的一个人口是三亿多人口 那么美国的一个确诊人数 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了 每天破十万 每天破十万 美国单日的确诊人数超过了 中国从一月份二月份到现在 十一月份的总的确诊人数八万 一天超过了我们这几个月的确诊人数了 陈秋实你这个时候怎么给美国洗地呢 在一月份二月份我们新冠疫情确诊非常严重的时候 陈秋实呢阴阳怪气的跑到了武汉 说中国隐瞒疫情啊 要揭露真相啊 要去这个殡仪馆去属尸体啊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殡仪馆的这个死亡人数飙升啊 在这个时候我真的劝陈秋实啊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你的后果是什么 你这些后果都是你活该的 都是你应得的 我真的劝你啊 带上你的老baby 带上方方一起去美国 数一下有多少台没有人认领的手机 有多少个尸体没有人认领 赶紧去美国数尸体 去数手机吧 对吧 说机不说 我好像刚才开了一下车啊 不好意思啊 观众们 那么我真的是呼吁啊 陈秋实啊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带上你的武汉baby啊 带上你的武汉老baby 帆方去美国 数那些手机 去美国数那些无人认领的尸体 美国已经死了有23万人了 这23万人的选票 对特朗普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啊 为什么特朗普会输呢 这因为23万人的选票 没有人投嘛 23万人的人权去了哪里呢 他们的选票就不是选票吗 所以呢 以上的这两个事情 香港马鞍商李博 去年11月11号被烧伤的事情 还有现在美国的新冠确诊患者 超过了1000万 每天的确诊患者都有破10万 破10万这个事情 充分的证明了 陈秋实就是一个傻逼 阴阳人老屁股啊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你现在得到的都是你活该的啊 都是你应得的 都是你应该得到的惩罚 因为呢 你根本不理性不客观 你的立场就是有问题的 就是来抨击中国政府 这样不好 那样不好 当然你抨击没有问题 但是你恶意抹黑 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的恶心了 好的 说完陈秋实这个傻逼之后呢 说一点正气的事情 大家可以看这个截图 人民空军71周年 致敬共和国的蓝天卫视 曾经他们用勇气和志气 与强敌周旋 如今 长鹰在手的人民空军 站上了最高的竞技平台 71年 一代代人用青春 热血和生命 把忠诚和生命 镇刻在祖国的狼天 71年前的今天 人民空军成立 那么 我们在今天 祝福我们的人民空军 生日快乐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去人民日报看一下 这个71秒的混检视频 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的空军的一个壮大 那么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